從來不知道什麼是歌名 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那是什麼東西 然後一下飛機就看到有人拿著我的名字 然後叫我的名字 我說 我不認識你耶 你以為是旅行社你知道嗎 我說我是你的歌名 我說 OK 那只有四個人而已 我永遠都記得 然後還留電話 然後還聯絡 就變成好朋友這樣子 他們常常買珍珠奶茶 那是我第一次喝珍珠奶茶 對 就喜歡了 那你來台灣其實是蠻快樂的吧 很快樂 我覺得這裡很像家一樣 我以前很多的點點滴滴 都在這裡發生 然後呢 我覺得我的成長很多 讓我就是變成現在的我 也是很大部分是因為台灣 我給你特別介紹一下 這位他骨子裡他是HIP HOP 來 開始了 HIP HOP 沒有... 你會叫HIP HOP 一點點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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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丟起來 就沒有了 就這樣會怎樣 一點點一點 不過我真的很喜歡看你跳舞 你跳舞真的是利於美 謝謝 而且那個腰好厲害 欸 我有一個新的可以教你喔 來來 要不要學 來來 新的要教你 我對新舞步特別有興趣 這個是... 就是... 哇賽 等一下 來... OK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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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你剛剛那個... 你是中邪還是卡到陰的啊 不是 沒錯 差不多 那感覺是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跟這個地方是分開的 對 對 可是肚子要收進去 很好喔 對 有參加過選美 對 為了學校 大概幾歲的時候參加 16歲的時候 可是妳是個東方人 妳去參加選美的時候 他們會不會排斥妳 不會 因為我那個就是 就是華人的 就是對 妙齡小姐 是代表我的學校去參加 對 因為我是學生會的會長 所以呢 就對 老師就想到我去 好吧 去玩一玩喔 那請問妳們這個學生會 就是妳們這種華人小姐出去選 選到最後的時候 會不會講一句 No 不會 這個是不用的 對 沒有這麼 現在的選美是真的 不會講這一句了嗎 當然會有啊 我還是看到了 還是會有的 對 對... 然後男生就 就是來這句 所以這句話很有學 對 愛 那妳那時候選的時候 妳們主要是選什麼 選身材 選才藝還是... 才藝跟在舞台上的表現 台風 對...我們是沒有要穿比基尼的 因為太小了 年紀 然後呢 就是主要是 不會 沒有 我們就是 譬如說回答問題 就是看妳的整個感覺 自信 然後呢 就是穿著玩禮服這樣子 對 其實在16歲的時候 去接觸這樣的一個選美活動 無形街讓妳們自己突然長大很多 對不對 我覺得是有幫助喔 因為其實在這個選美裡面呢 妳認識到很多其他的同學們 然後就是在不同的城市 就是大家這樣聚在一起 然後呢 就懂得團結 然後呢 就是要... 玩這個新的環境 妳要學很多東西 很快 就是那種應變能力要很快 那一次之後 還有沒有參加過別的選美 沒有 就是唱歌比賽 妳是唱什麼 我是唱這個 Winnie Houston Run To You 那妳肯定贏的嘛 因為東方人能夠唱到這麼好的 大概只有妳 可是他們其實之後呢 有這個評審 其中一個評審 他就告訴我 他給我滿分 然後呢 他說其實我吃虧 就是因為我唱英文歌 對 我唱英文歌 所以... 可是我覺得 我已經很足夠了 我很滿足了 對 因為其實妳不是專門去參加那個比賽的嗎 對妳來講 我完全就是去玩 沒有想到我要進娛樂圈 完全沒有想過 其實進入演藝圈很多人 包括Coco一樣 都是無心插流就進來 對 那千萬不要每天為了進演藝圈 把自己的生活都搞亂 那妳是根本永遠也不會進來 對 因為對妳影響已經太大 沒錯 那後來出片之後 就到台灣來了 對 那妳那個時候來過台灣嗎 第一次 第一次 對 第一次 那時候是火熱東感啦啦啦 跟八位 總共八位歌手有 鄭秀文啊 許志安啊 梁漢文啊 我們八個人 那我是最新的一個囉 然後呢 我從來不知道什麼是歌名 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那是什麼東西 然後一下飛機 就看到有人拿著我的名字 我就 然後叫我的名字 我說 我不認識妳耶 對 以為是旅行社你知道嗎 對 機場不是很多旅行社 街機 對 我不懂他們為什麼就是 拿著我的名字 我說我不認識妳耶 他說 我是妳的歌名 我說 喔 OK 那四個人而已啦 我永遠都記得 然後還留電話啊 然後呢 還聯絡喔 就變成好朋友這樣子 他們常常買珍珠奶茶 那是我第一次喝珍珠奶茶 對 就喜歡了 那妳來台灣其實是滿快樂的吧 很快樂 因為台灣真的比起來跟香港又不一樣 很不一樣 我覺得這裡很像家一樣 我以前很多的點點滴滴都在這裡發生 然後呢我覺得我的成長很多 讓我就是變成現在的我也是 很大部分是因為台灣 是 那妳對台灣來了以後上台灣的綜藝節目 妳有什麼感覺 有什麼感覺啊 會不適應嗎 不會啊 很好玩啊 我覺得 可以讓歌迷看到另外一面 就是更加的了解 就是更加的了解 因為有時候只是聽音樂 你也不是很懂這個人 可是呢透過節目啊 我們可以聊一些其他的東西 就讓他覺得 喔原來他是有想法的 或者他是有內涵 或者他很可愛很活潑 嗯 以前都有啊 以前所有的節目都有玩過啊 嗯 我記得我第一個通告是好彩的 好彩的 有看頭 喔 阿亮的那個 我告訴你可是呢 我那時候是發片了一個多月 都沒有人給我機會 啊 對我因為我以前是一個小公司 那人家沒有聽過李文是誰 然後呢我就每天就看著其他同期的歌手上節目 我自己看著電視我希望 我希望有人可以給我機會 因為我覺得我可以比他身得很好 每天坐在那裡看 每天看著人家 然後終於就有這個節目 我覺得是桃子 桃子姐 然後呢之後呢我上了節目 然後我很賣力喔 然後之後呢他們說 欸 酷酷流響好像加州陽光 然後我是穿的就是那種 那個中空的 然後短褲啊 對 然後Braw Top 然後之後呢是唱著抒情歌曲 就完全就是怎麼會這樣子 快歌的打扮可是抒情歌曲 就留下一個比較深刻的印象這樣 那你那時候同期的出來的有誰 是一個女生然後跳舞很厲害的 我現在記不起來她名字 溫蘭 不是不是 94年的時候 94年 那時候我還小 對還有SOS啊 和小瑄啊 對 他們都比我晚一點點 對 你喜歡台灣嗎 喜歡啊 喜歡台灣的小吃嗎 很喜歡 很喜歡喔 對 最喜歡哪一個 我在這裡長生呢 我覺得我最快樂的時候呢 就是吃飯的時候 而且我的 我食量是驚人的喔 我可以吃就是三碗飯至少 我沒有問題 三碗飯 對 至少三碗飯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我小時候媽媽煮東西給我們吃呢 那個碟是這麼大 然後都是飯 所以我常常叫我自己是飯桶啊 我一定要吃很多飯 它無所謂 沒有 就是吃飯吃很多 可可運動量很大嘛 因為跳舞的關係對不對 對 所以你都不會胖 謝謝 可是呢就是 所以平常呢我真的很愛吃東西 我很喜歡吃東西 甜點啊 點心啊 什麼小菜啊 青州小菜啊 我都好喜歡 吃東西都不忌口就對了 什麼都吃就對了 呃 也要看 如果我要唱歌就不能吃辣 因為我喜歡吃麻辣火鍋 可是我是吃小辣 對 哇 可以啊 上帝不公平 看我們這個每天吃不了半碗飯的人 還肥跟自己 哈哈哈哈 每天吃三碗飯他就這麼吃